锯是怎么发明的? 鲁班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发明家, 传说,锯是鲁班发明的。 有一年,鲁班想造一座大房子, 需要很多木材, 他让徒弟上山去砍树。 那时候还没有锯, 用斧子砍。 一天砍不了多少棵树, 他很着急,就想亲自上山去看看。 山路很陡, 鲁班抓着小草一步一步往上爬。 忽然,他的手被一棵小草划破了, 流出血来。 鲁班非常惊讶, 一棵小草为什么这样厉害? 他一时想不出是什么原因。 在回家的路上, 他拔了一棵小草, 带回家去研究。 他左看右看, 发现草的两边有许多小细齿。 这些小细齿很锋, 这一下提醒了鲁班。 他想, 要是用铁做一把有齿的工具, 一定比斧子快得多。 于是, 鲁班就和徒弟一起做了一把这样的工具, 拿到山上一试, 真的又快又省力。 锯就是这样发明的。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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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遇鲁, 鲁子, 鲁齿, 你知道锯是谁发明的吗? 他手里拿了一把锯。 发明, 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 古代, 屈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 这是一座古代建筑。 发明家, 他梦想成为一名发明家。 那位发明家发明了很多东西。 房子 房子外面是一个大花园。 他们造的房子又好看又结实。 木材 财 痴癌财 材料 木材 教材 身材 材 木材 材 财产 林 树林 村 村庄 路边 路边堆放着很多木材。 他买了一些木材准备盖房子。 徒弟 徒 徒 科无徒 师徒 徒弟 学徒 师父让徒 徒弟下山买东西。 他正在教徒弟们唱戏。 砍 砍 科砍砍 砍 砍树 砍掉 砍伤 砍架 砍 砍树 刺 刺数 欢 欢乐 他上山砍柴去了 还没回来。 他们半天就砍倒了一棵大树。 斧子 斧 佛武斧 斧头 斧子 我能用一下你的斧子吗? 他用斧子把树枝砍断了。 亲自 每天晚上爸爸都亲自检查我的作业。 我明天有事不能亲自送你去机场了。 斗 斗 哥偶斗 这座山很陡,上去的时候小心点。 这条路上有一个很陡的坡,血。 血 血 溪也 血 血 流血 血淋淋 血 吐血 血 血液 她的手被树枝划破了 流了一点血 她一看见血就晕 一时 她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那个问题我一时没有回答出来 原因 圆 圆 圆来 圆有 圆量 草原 圆史 圆 圆音 愿 愿意 事情的主要原因还不清楚 她没来上课的原因是什么 研究 修 机幽究 追究 讲究 究竟 叔叔正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她喜欢研究小动物 细 这根绳子太细了 不结实 这只笔的笔尖很细 尺 这片树叶的两边有很多小细尺 这把梳子的尺掉了几个 风李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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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 锋利 他给了我一把锋利的刀 这把剑很锋利 别让小孩子玩 提醒 明天记得提醒我给爸爸打电话 他很忙 你不提醒一下 他就忘了 铁 院子里放着一个大铁桶 今天妈妈买回来一个铁锅 工具 他把工具都放进箱子里了 没有工具 他没有办法修车 省力 省 失昂 省 这些工具用起来很省力 这种机器一点都不省力 对不起 你的小船让我弄坏了 没关系 我可以把它修好 你看 我又坐了一只新船 你的小船越坐越漂亮了 我坐的小船虽然漂亮 但是不能下水 一到水 一到水里 小船就翻了 我坐的风筝也不会飞 一到天上就掉下来了 将来学好了本领 我要造一艘大铁船 大铁船一定能在海上航行 给你 小船修好了 太好了 小强 你造的船一定会越来越好 聪明出于勤奋 天才在于积累 班门弄斧 鲁班是战国时代的鲁国人 他善于制作精巧的东西 人们叫他巧人 民间把他作为木匠的始祖 成语班门弄斧的字面意思是 在鲁班门前卖弄自己使用斧子的技术 也就是说 在有大本领的人面前卖弄自己的本领 是不聪明的可笑行为 说起班门弄斧 还有个有趣的故事 李白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 他去世后 很多人都到他的坟前拜祭 这些人还要留下几首诗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明朝的一个诗人来到李白幕前 看到前人留下的诗作 觉得这些人的举动很可笑 就写道 彩石江边一堆土 李白之名高千古 来来往往一首诗 鲁班门前弄大斧 嘲笑这些人不自量力地举动 这个成语有时也用来表示谦虚 说自己不敢在别人面前卖弄自己的小本领 如 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歌 我是班门弄斧 请大家不要笑话我 同学们 你们觉得成语班门弄斧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呢 永柳弄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